第一款精選港股是領展823 領展將於星期三公佈截至3月底為止的2022年度全年業績 即使期內受到第五波新冠疫情的影響 預料全年的收入、純利和每股派息都有增長 領展今個星期公佈的業績 並未反映今年4月7日起派發的第一期電子消費券 以及早前收購的內地物流資產的利好作用 以現價計算領展仍未反映現有的利好因素 以及長線增長潛力 值得在業績公佈前作出長線收集 綜合市場9間券商給予領展最新目標價 平均值大約是83.91元 教育領展上星期收市價70.35元 高出大約1.9元 投資者不妨以今日開市價買入第一柱 如果基金價格在職後回調到65元以下 可以多加兩倍注碼去買入第二柱 初步目標就是在去年年中的阻力水平79元 之後就是看券商平均目標價 即大約84元的水平 第二隻精選港股是港鐵66號 受惠東鐵線過海段5月中旬開通 加上香港市面人流已經全面復償 預料會對港鐵的客運服務帶來利好作用 展望今年港鐵計劃將日出康城第11期 港島南岸第4期 和何文田站第2期推出如售 另外日出康城第10期 港島南岸第1期 和港島南岸第2期的利潤 預計都會在今年內入賬 在疫情持續好轉加上 東鐵線過海段通車的利好作用下 預料港鐵的第2季乘客量 將會回升到第5波疫情前的水平 另外政府在4月初發放第一期消費券 第二期計劃在6月推出 預料有助刺激本地的零售消費 由於港鐵擁有多個鐵路商場和車站的店舖 預計可以受惠人流和消費回升 策略上42元買入 目標先看50元 如果跌穿40元就要離場 美股方面和大家跟進一下花旗集團City Group 股票代號C 股神巴菲特勒頻頻掃貨 除了由股之外 花旗就是它的新寵 究竟值不值得投資? 花旗集團過去一年跑輸同業兼跑輸太史 令不少投資者失望 不過換個角度去看 業務欠理想令股價低殘 同內在價值的距離越拉越遠 正正低造低級的良機 雖然未必所有投資者都認同 但至少奧馬哈先知巴菲特已經用行動表態 因為長線持有的信號已經出現了 巴菲特向來著重價值投資 喜歡這個掃平貨作 長線持有 他早年看好富國銀行 1989年起密密吸納 估計一共斥資大約2億9千萬美元 買入大約一成的股權 巴菲2017年開始逐步減持富國 今年5月初披露已經埋了全部的股權 結束長達33年的股東關係 粗略估計資本增值 年代股息 富國為巴菲進漲大約200億美元 富國區花旗進 包括案例披露最新投資組合變動 花旗成為了新寵兒 已經斥資接近30億美元 購入了5520萬股 相當於2.8%的股權 能夠獲得股神的眷顧 吸引之處絕不在於短期匯報 花旗現價教具的賬面值大約折讓四成以上 已經符合超值抵賣條件 派息比率達到100% 股息率亦接近4% 屬於盡可供退可守 更重要的是在加息的大環境下 最利好百億之母 對此時推動大改革的花旗來說 成效可能會更顯著 長線確實值得留意 在加息比率特產公司的產品 製作了 有大改革的財幣 最多的設計 有20多的設計 有20多的設計 最終的設計 感谢观看